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天 中国的官方中纪委发长文 一定要整治党内的躺平的官员 官员不能躺平 随后中国的各个地区 浙江江苏全国展开了大面积的要整治躺平官员的一股风暴 这个躺平的官员实际上来说我看完这个新闻之后 我第一感觉这个第一个躺平就是中纪委 一个小品不演你就不抓了 难道小品不演的时候中国就没有躺平的官员吗 非得要小品演出来了 但你官方的假幕司到来抓一抓 所以第一个躺平的就是中纪委 所以自己有没有这个躺平自己能不能自查自救一下 其实中国老百姓最喜欢躺平的就是中纪委 你躺平了以后中国的官员他的狐狸就会爆发出来 你有了这个中纪委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机构之一啊 当官不是围观什么不作主回家卖红薯那么简单啊 现在你退下来他在收拾你啊 把人性造成扭曲造成这个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对人权和法律破坏最一重的部门之一就是中纪委 对吧一个官员辛辛苦苦工作 对吧然后把一个城市的建设搞得挺好的 经济发展起来了 他就收回个几十万 对吧把他抓起来 收回几百万后来发现不行 几千万上亿 为什么造成这些问题啊 你中纪委不猜一猜啊 你是哪个系统出来问题啊 是他的人品出来问题 还是你这个机器出来问题啊 那为什么美国就没有那么多贪官呢 你因为美国人就不贪 天生下来就是因为宗教义师为人高尚 就不贪 对吧 为什么 就是美国第一 官少啊 对吧 你在美国也很多年了 我在美国很多年了 我没见过几个当官的 对不对 你在中国 当官的要无疑问 你到底都可以见到 是吗 一个官没那么多 第二 没什么权利啊 你什么事情 这个我们对付政府来讲 我们政府就是税务官 也没见过 都是信心来往 我们不开餐馆 没有卫生防御上的人 没有机会见到官的 我可能见到的官交通警察 对吧 人家对你很友善 对不对 你开的慢一点 你给你一个罚款 所以 所以 中国的问题咋的 中国的问题就是 官多 权力大 然后呢 就是造成了 腐败的这个机会 明明一个洗衣机 你把一件一件放进去 一出来 变烂了 你觉得这个 我的衣服有问题 我再换一件衣服进去 又是出来洗一下 又是烂的 我再放十件衣服进去 都是烂的 机器的问题嘛 对吧 你这么多党员 这么多中央委员 他们早就说过嘛 中央委员里面 谈的最多的比例是最大的嘛 对吧 中央党校就是一个 腐败分子的培养窝嘛 各级党校都是这样 你机制出来问题 不去修理机制 去修理官员 我认为是 没有天地良心 对吧 中国这些贪官啊 我看了一下各种世界啊 搞几个女人 对吧 还解决了一些女人 一些生活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一些政策性的问题 然后呢 帮助了一些商人 商人给他送钱 他还帮助商人解决一些问题 中国的商人跟 有一些地方国家的贪官 行费收回还不一样 中国贪官收了钱 还帮你干活 还给你干活 所以 所以 我觉得 就是 反腐败 从根本来讲 违反 关心 违反 法治 如果 如果不得体制进行变革的话 又终究委天天这么喊来喊去 我看不出什么希望 看不出什么希望 你只是一直把人扭除 变化而已 所以你看看 现在中国的官员 不是什么两命人的问题 都是病人 心里扭除 对吧 你当这个官要干什么 就是要我养威 对吧 光是要走 就是挣钱 对不对 你几样都达不到 天天这个运动 那个运动 今天这个学习 那个学习 人不怎么搞疯了嘛 所以呢 有的官到了一点成多以后 就学会了一条 老子 躺平 什么叫躺平呢 躺平是人类最舒服的生活方式 对吧 我们现在西装B点做节目 最幸福的时候 把牺牲一拖 往撒坏一躺 你不觉得很舒服吗 人 当官的天天搞这个样子 你比如说一下子又抓疫情清零 回头又不要清零 都是在干部这里冲锋 你们老百姓看到的是干部要无央央夷 而他那里是乌烧帽难保啊 你这个地方出一趟车祸死几十个人 协委书记都没有了 对不对 你在美国一个房子倒下来 现在弗里达州长未来还选总统呢 跟他还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是监管系统出了问题嘛 中国就是胡子美貌一把抓 什么东西都是当官的问题 老百姓认为这个地方搞得不好 市长的问题 现场的问题 上面的人认为这个地方出了问题 就是市长的问题和上的问题 下面老百姓不把你当成人 上面不把你当成官 这就造成中国的官员 作为中国的一个精英阶层来讲 饱受侮辱 饱受欺负 饱受扭屈 再变成这么一个官抓 就是说官抓子 基本上不是人啦 我觉得他们多半 本来是很聪明的人 本来是很勤奋的人 本来是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为了求得自保 而保持一种躺平 我觉得是符合人心的 对吧 符合人心的 因为你跳得太高 上面把你收拾了 老百姓把你搞死了 你跳得更高 同行欺负你 对吧 上面写一封信 现在发个email 或者是搞个什么东西 你就会被上面调查呀 现在你真的举报上去 那纪委正好没事干呀 他们就跟一帮鲨鱼一样的 马上来调查你 你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要为官阻止 所以其实这就是中国的这个 专者体制所造成的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 他不是专制体制 他是党制体制 对 要是专制的话 可能是专业体制 没错 对 所以他这个体制下来 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 中国在过去年当中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习近平 就直接喊出习近平下台 在这过去很少出现的 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种力气 一种迫切希望能够把习近平弄下去 是因为中国很多地方政府 他在执政当中他的一些蛮横一些粗棒 对老百姓来说 他不会说你地方政府怎么样 习近平啊 就是习近平管的 因为所有的政令都是你习近平发现的 黄帝就是要像一个黄帝的样子 对吧 你既然是黄帝 黄恩浩唐 那则是对 你这个 这个 乱世用重点 那就说明是乱世 对吧 你天天这么搞 那说明你这个 这个国家和体制有问题 哎呀 中国这个民意 官员 民怨 人家上面这种 靠这么一个纪委的这么一个烂机构 来收拾什么官员 我觉得 没希望 这个官场没有希望 如果这个官场没有希望 中国很多事情就理不顺 因为官场 是中国最聪明的一批人 最有敬意的一批人 可以说是 否则的话 你像一般人 道争精神不那么强 就当学者去了 对吧 或者出国了 对不对 或者没有能力 你根本当不了官 当过的人是中国相当的有能力的一批人 善得有能力的人 善得有才华的人 善得人才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两天 一个国际机构发布了一个 一个名路榜吧 说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当中 就是一个官员对应的 这个民众的人数的比例 中国的这个比例啊 出奇的高 一个官员对应21个老百姓 哇 反过来讲 21个老百姓要养一个生子 对 所以还得盼着他办事 所以他权力还那么大 所以为什么中国那些贪腐 永远不可能阻绝 他等于是个黑洞 为什么是个黑洞呢 因为你一个官员的权力太大了 对 而当中呢 你社会没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分配机制 也没有一个制度来制衡 所以导致那些商人 那些做生意的 他要把自己的生意做大 他就必须要从你那拿到这个权力 对 他就必须要通过跟你搞好关系 对 利益输送 来拿到这个权力 那如果说你的一个分配机制 你的整个的社会 治理的方式是公平的 是更合理的 一个商人做生意 不需要向官方 向某一个官员去拿权力的话 那他这种利益链条 就自然的会被切断 对 所以中国官方现在通过这种治理手段 实际上他不是想反腐 他这个中纪委就是搞官不是搞反腐的 没有腐败就没有共产党 对 这一点要搞清楚 对 所以 共军 从这个景光山开始就是这个样子 连长的队友就跟山暂时不一样 连长的队友们老毛 一边做担家还一边做爱 生了那么多孩子 你这个开什么玩笑 你以为一样啊 不平等 是革命的一个开始 打都是平等的这个名义 实际上就是老得更多的东西 共产党的本质从开始就决定了 所以腐败就是共产党的一个老底 他就是坐在这个老底上 起的家 他们把江沙打下来以后 就跟梁三伯一样的分 这个少将那个中将那个上将 他把中国人自己给杀害了一批 对吧 你就想一想 这个以前有什么差别啊 跟农民那些土匪跟洪秀奇那帮家伙 有什么差别 没有本质差别啊 对吧 所以跟他拿着根子是错的 对 好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是梁俊 我是何平 这里是民进新闻台为您带来的梁家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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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